OK 怎麼畫直線 通常你用一隻手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不要用手腕 因為你用手腕的話 畫出來的線容易 隨著手腕在動 容易是曲的嘛 所以你盡量動整個手背 盡量動整個手背就容易是直的 那如果我畫直線很慢的話 有可能會曲 這有點太誇張了 我畫直線慢 還是蠻直的 OK 我這樣講 畫慢點容易曲 畫快點容易直 畫快點容易至少是平順的線 但是 有時候畫得很快 你可以看 容易彎掉 但你要做的就是畫得夠快 但又不要太快到彎掉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 你在畫的時候 你注意我有時候會把紙 紙變換方向 這很重要 你要把紙變換到 適合你畫直線 你習慣的那個角度 每個人都有大概最習慣畫直線這個角度 那這角度不一定 我通常 習慣畫直線的角度 不是橫的 大部分人都不是橫的 可能是稍微斜一點 大概是這個角度 那你一般來說你在畫的時候 你通常會先做出兩個點 直到你直線要這樣子走 然後接下來再試著 把畫一條線 從這兩點之間貫穿 這是要做的練習 所以我再示範一次 再兩個點 然後試著把它貫穿 差一點點沒關係 其實有關係 你最好是完全貫穿 但是盡量 所以這就是直線 基本上要多練習 多練習畫直線 你畫其他東西 才不會怎麼說 被綁手綁腳 記住是整個手臂的動作 整個手臂 而非手腕 手腕你就會變曲的